小模型的代表SDM有何大功效 这里就是我想谈一谈 可能大家也同一次听说 我们的这个SDM模型 有早提一个小数据小模型的机械学习模型 现在已经生化到了一个 不仅是机械学习的功能能实现 而且还能实现的如何让机器产生智慧 也就是把人的智慧转给机械的这个算法 让和咱们技艺区再融合到一起 就形成了一个完全新的一个人工智能模型了 那么这个模型 也就是说这个不是一个抽象概念 我们如何使这机器变聪明 是来源于阿拉法构的起发 我本人实际在博士的时候就曾经研究过 而且在当时来讲 搞出了如何让机械电路通过组合 让机械电路变小 但这组合是当时也是认为不可组的 但是我让开它以后通过算法达到了他这个不可通灵机不可结的组合 那个结果是跟他可以近似的 但是我并没有理解到他是一个智能的模型 当时导师也跟我说他说这组合问题啊 是IT的一个王冠 他是统治整个IT领域的 我那不理解 我说只仅仅一个组合IT 他有很多很多算法 各种各样的算法 他这个不是拿你的一个组合就能解决的 直到阿拉法构出来之后 因为他搞这个我这个算法是我们专业的 我很熟悉了 这个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一个算法 但是呢他仅仅解决了一个围棋领域的 把全世界的围棋 就是IQ最高的围棋的这些 这些个选手都给打败了 这个事实是一个非常值得咱们深思的 就是如果这个通灵机不可解 这种NP问题绕开之后 那么这个机器呢应该是变成 应该是产生这智慧的一个算法 这个后来我们研究就发现 为什么一开始没有引起咱们注意 因为咱一开始把这个人工智能的这个模型呢 就是给限制为一个统一的人工智能模型 这框架下 咱们现在这个人工智能界 大家都说未来要实现一个统一的 但是通过咱们这个研究这个AlphaGo之后 咱们发现这个围棋机不可解的NP问题 所以到今天没有解决 也是大家不知道 它不可能通过统一的一个方法来解决 这是第一个 就解的话 它是没有统一的 第二 它不能只建立在一种经典的数学理论上 它要用到现代数学了 这个另外呢 又要用到人的智慧 也就这么讲 这个针对围棋不可解的NP问题 只要我们按照不同的领域 然后呢 又按不同领域的人的智慧 再加上的这个现代数学 这个图兵不可解的NP问题是可以绕开的 这是我们在这个最近这两三年 一个突破的一个成果了 找到了让机器变聪明的一个途径了 所以我们呢 这个结合我们做政治价值 我们政治价值也是一个图兵机不可解的NP问题 这个谷歌为什么它干了十年 它这录册 它只要通过大量录册就能解决的这个决策问题 到最后还没有落地 这就也看出这是一个不能通过简单的方法 规则的堆积啊 甚至在国内所谓采用一些状态机啊 就能够绕开的 通过我们找到这个之后 我们就发现了这个确实 过去我们自己不承认 政治价值能够比人价值水平高 但是呢 通过这个找到以后 哎 确实是 这个我们为了验证我们这 不仅在路上做了一些简单测试 另外我们又做成一个仿真 是吧用暴力测试 让人开开着人的车 然后呢通过仿真的和这种驾驶进行博弈 是吧 刚才我们说我们发现 这个确实是机器材料治愈之后 跟他只是智能的这阶段不一样了 是吧 他要下一步他是怎么走法 是吧 事先不知道 所以你人驾驶的时候 你肯定会跟他撞上 是吧 因为你不知道他怎么走 你不可能绕开他 也就是我们这个在这个 SDR模型智慧 AI这方面 是吧 我们也是通过咱今天这个媒体 也是正式的呢 向社会做一介绍 再有呢就是 我们也在这个也研究了 就说是不是这种这个智慧机器只能在一些具有图灵机不可解的这些问题 比如重驾驶啊 咱们前的GDP都属于这类的 它是肯定是可以用的 那么咱们工业控制有些它不一定有那么复杂 它也是复杂系问题 但不一定有那么复杂 有用没用呢 回答是有用的 为什么有用呢 因为通过这个我们一定找到把人的智慧呢 交给机器的这个算法了 解开它那个是在这基础上我们又加的因果推理 可以得到一个最佳结 但是有了这个算法之后 有了能够让机器变聪明的算法呢 在各种应用场面都能弄 我们自己体会 第一个就是我们正常驾驶的感知 光学识别 图像识别 过去只是一个单纯的图像识别 单纯的感知 现在我们就可以用我们的模型和感知这系统呢 结合起来 我们叫智慧感知 这个它呢 就是可以把人的这个在道路交通所识别的这些个目标也好 这个车道线等等的 是吧 这个把这些个智慧呢 通过算法呢 就是让机器都掌握了 那么掌握以后呢 这个对咱们在识别上产生什么突破呢 过去识别都是要求板之白的要准 是吧 包括特斯拉呀 无限的它在那儿 用它这个深度学习识别它目标 它要无限的训练 是吧 它用这个 这个强化学习 解决它这个决策问题 它也需要无穷的学习 但是呢 无穷学习结果 并没达到这个百分之百识别百分之百的正确决策的这个效果 可是通过加入人的智慧之后 它不需要 它是由原来在具体的这个识别上追求百分之百准确 变成了整体信息 这道路上的整体信息 它捕捉的是这样一个就真真实世界的这个全部信息 那么会出现的就是它局部信息啊 即使是这个偶尔出现问题 它这个信息 它整体信息可以互相补上 特别是利用了它的一些先知识等等 把过去不可能百分之百识别的这个效果 变成了百分之百的识别效果 而且呢 这个整个还可以这个通过我们的小数据小算定机器模型 和这样的一个这个算法结合起来 是吧就是得到非常好的一种应用效果 这是这是咱们这种这个小模型的代表性的 IDM模型的这个IDM智慧AI出现之后 在整个咱们应用上产生的突破 我想呢今后工业控制是吧 这个包括医疗影像识别等等 这个加入了咱们这个新的这样的这个算法之后 会有很大的提升 这是我所介绍的这个全新的SDM智慧AI的这模型的出现 将会对咱们AI今后在应用当中会有广泛的前景 什么是人工智能复杂性问题 就是人工智能这个模型或人工智能的领域所遇到的问题 可以讲是任何一种一个领域所没有遇到的这种复杂性 当然这复杂性这个大家从网上可以了解很多 是吧比如人的这个本身最复杂就是大脑 咱们要做的也是一个积极大脑的这样一个这个研究 是吧所以它从这个客观上是复杂的 是极其复杂的 首先数学模型 是吧所最基本的这种图灵机不可解的NP问题如何绕开 是吧这也是一个 就就这个问题本身就是数学界世界其他难题的第一个难题 是吧所以也是一个很难 更难的也就是我们大家这个现在所遇到的 就说这个人工智能出现的这模型或出现在应用 它到底是不是人工智能的核心理论 是吧是不是今后发展当中的一个过程当中的其中的一个阶段 这些东西可以说这个到目前来讲呢 很难这个这个做出这个正确的回答 我们现在呢在评估这个人工智能好和坏或者是这个这个鹰鹿 我们习惯于就说浓缩到一个鹰鹿 是吧别讲太大太大的话后边还会产生什么也不好去测 但是就比如我们搞定自动驾驶 就自动驾驶需要什么这个是大模型 现金还小模型现金 是吧那么这个自动驾驶是一个将来咱最终是实现一个产品 一个是我们每个人都需要买的一个产品是吧是一个也可以 是一个消费品是吧那么就有一个性价比的问题 你大模型和小模型比如果同样效果首先小模型是最好的是吧 况且呢如果小模型在我们现在应用当中 我们觉得呢它在很多场面刚才我们讲了就是说 比如SDIL智慧模型你大模型就没有做不到 是吧我们小模型能做到是吧 从这一角来看呢就说哪一种模型好哪一种模型 不适合于咱们自动驾驶 这个来采用是吧再有呢这个 咱们现在这个自动驾驶领域当中 这个好像这个由于大家过分的崇拜 这些个现有的这些个技术 是吧就就出现了 这个不光是性能和价格比不匹配 还出现软件硬件不匹配 这具体表在哪呢 就说自动驾驶啊是一个要求比工业 控制还要安全等级高的一种叫这个车规级 工业产品叫工业级 叫工业级的安全 所以和车规级的安全差一个很大的档次 居然咱现在所谓的设计出一种叫车规级的自动驾驶系统 这个它用的这些个芯片硬件确实是车规级 可是用的咱人工智能模型 可能连规级都不能用 可是咱们误认为这是车规级的系统 所以呢就是浓缩到具体的场景下呢 这好和坏都可以比较出来了 这是这个我们这个所提到的就是说这个人工智能的复杂性 往往包括咱们一些很高级的科学家 还犯了一些简单的错误 这就是因为在人工智能过分的这个复杂 是吧 另外呢就说也包括咱们有时听了一些很多的专家 这有切得击毙出来 好多专家风用上这么好那么好 但是他好是好 他问题在哪儿 很少有人能设计出来 甚至有人提出对他有反调意见 还会遭到社会的这个这个驳斥 说你骗人 是吧 这些的你不能怪罪这些个专家 也不能怪罪这些的是不同意见的人 这也都说明他好和坏是不会轻易被人判别的 这也是其中一个最复杂的这个一个问题 是吧 甚至包括国家的战略 是吧 都可能被误导 也是他的这个 所复杂的一个很重要的标志 再有更可怕的是 现在啊 还不能看出来 他是一直可以发展下去 是吧 就在这基础上他有提升 他的就是就是 版本的迭代在这基础上 人工智能如果这模型不行的话会整个倒退 重新走另一条 这个现在我们感觉是 非常有可能 因为这条路最简单办法就是 最简单的问题就是 仅仅这么一个切得机 居然要这么大的硬件 你怎么这条路下去让他变成一个 小硬件 变成小硬件 必须得从他领开上重新 寻求其他的一些算法 是吧 才能实现通过改造 可能很难实现 六十年了 仍然还离不开这个就是组合 通过组合形成的最佳解 这是我不可相信的 开始这个听说生理学出来以后 我想到是首先这问题已经解决了 没想到根本没有解决 所以他的复杂性呢 可能还会有很多 是吧 站在我所遇到的 另外是我自己体会出来的 他的这个复杂性 我想呢就谈这些 为何人工智能有时会分不清英国关系 对就是咱们现在的学习呢 仅仅就是一个统计学的模型 应该是这么说 他所以需要大数据呢 是因为他现在的数据是基于欧基里德空间的数据 那么他要形成统计学效果呢 一定要聚集大量的数据 这个是这个目前的这个问题 另外呢 统计学呢 不具有英国的推理的这个作物 可以引入这个最近特斯拉的这个马斯克 是吧 他在这个 这个2016年由于这自动驾驶推出以后 出了好多问题 他就觉得这东西很难 是吧 然后呢 他处于自身的一种感受 他就说了 学习说给出的这种智能 这个不智能 那他说自动驾驶要向人那儿聪明的这智能 可是学术界也反驳他了 就是说基于统计 现在基于统计学的这个人工智能 是吧 其实呢 能做东西不多 那其实我想这个咱们可以看看 这个对话其实已经把现在的人工智能的定位 这个非常准确的 他说是是社会 原本对现在的这个人工智能 过于的想象过于的期待 就是说这些东西在网上 网上找到是 这个不是我编出来的 是吧 这个就这个对话就可以看出 现在人总是一个什么智能 就是很清楚 工业人工智能的特点和发展前进是什么 从人智能领域啊 这个往往呢 这个大家也知道 就是这个概念 是一个爆发的这么一个领域 是吧 会产生出各种各样的概念 物理学和数学上呢 每一个概念必须要有坚实的一些理论基础 有数学基础或者物理学的基础 那么人工智能呢 就没有像数学物理那样 非常严谨的提出一些这个就是概念 这个反正我们就想这个不能这个这个随便的向社会去这个散布某些个概念 特别是为了一些商商业的需求 比如刚才这个我讲的就是我们提出一个智慧癌的这么一个概念 那么智慧癌的基础理论就是如何绕开图灵机不可解的NP问题 通过这种算法呢 解决机器比人聪明 这是第一个我们有基础理论的支持 第二呢 我们必须还得分传统的是智能 机器智能 那么你智慧AI和智能的界限判他判别的这个依据 让我们提出了如何判别这个他机器产生智慧 要看他呢 是不是他的行为是吧 是不是可以预测还不可以预测 所以我觉得这个另外呢 还有他具体的场景是吧 有基础理论 有一个判别他进步的一个界限 另外呢 他有场景 自动驾驶 有了这样的算法以后 他可以让自动驾驶的驾驶水平超越人 是吧 他用在了工业上比如AGV啊 这个各种各样的这个机器人啊 这个传传系统啊 这个用了这个东西之后 他会产生智慧 是吧 他会做出和传统技术做不到的这样的效果 这就是这个我们习惯的想法 但是呢 这个作为业界来讲呢 提出这个通用人工智能 我们觉得没有基础理论 既没有基础理论的依据 是吧 另外呢 这也找不到一个 这个必然要走这个通用人工智能的这样一个道路的这个必然性 这个特别是呢 人工智能属于复杂系问题 复杂系问题要通过具体问题具体对待 是吧 分散 是吧 把问题分散到具体问题上 是吧 从中得到具体解 所以我 在我们现在看 在现有的技术上 没有新的理论产生之前 这种通用人工智能 在我们看来呢 是一种美好的梦想 这是我们对通用人工智能的看法 会有通用的人工智能吗 这个 红碟火过去啊 实际上也是常年 在工业控制上 这个工业系统啊 包括集团控制啊 生产线的过程啊 控制等等 也是有很长的这个应用的这个经验 这个按我讲呢 这个 我应该呢 在这方面呢 要以工业控制为主 是吧 这个下力量来做这件事 但是呢 这个 呃 当时我们是因为 这个觉得呢 就是这种驾驶是验证 人工智能模型的一个 这个非常重要的 这么一个 这个 就是是一个 最终智能模型的验证 一个主战场 这个 所以呢 这个 我就 这个重点呢 实际还是这个 在自动驾驶当中 是吧 来体验呢 工业控制有可能 用到哪些技术 这个 首先呢 就是这个 咱们在这个 这个工业控制里呢 这个最主 其中一个应用 就是搬运机器人 这样的一种应用 包括AGV啊 是吧 这个等等这类的这个产品 那么从这个 传统的技术来讲呢 AGV呢 它是有的通过激光雷达 是吧 这个有的呢 就是通过这个激光雷达 它就是这个 这个识别一个叫Slim的一种算法 是吧 大量训练 从中呢 得到一个 它的行走的一个轨迹 是吧 更传统的方法呢 比如通过二维码 是吧 它就顺着这词条来走 等等 是吧 那么用了 导入人工智能之后 是吧 这个特别我们在这个重驾驶上 是吧 我们实现了 可以这个 这个不要GPS 不要高清地图 是吧 让这个重驾驶呢 的光学识别像人那样 是吧 通过我们这人的眼 自己是吧 得出一个我应该怎么行走 这个轨迹 然后这也是这个 在目前人工智能 在增加领域 这个大家都在 这拼命的研究 包括特斯拉也是 也在这方面 海下力量的一个技术 啊 那么这个技术应用到 现场就可以直接用到 这种班人机械 班人机械它就 不再有 繁琐的这个训练也好 要需要时间 布置一些磁条什么的 它就可以用 通过研 这个自由自在的 按照最佳的这个轨迹 另外呢 这个作为大量的 这样的机器设备在一起 它随前先后左右互相 这个都是属于这个 这个通过程序事先 这个指挥他们 不可能做到最佳的 然后他们自己通过光学识别 自立的按照这个现有行动的这个 这个场景 那自己做出决定 这就是这个自动驾驶 其中的一个成果 可以马上在工业上就可以用了 再有呢就是这个 这个刚才也简单提到就是说今后的这个 这个产品设计 这个甚至包括这个不光是外观设计 是吧 产品的结构设计 性能设计 等等 是吧 都可以这个通过这个 切的GDP 类似这样的 是吧 当然我相信很快就会有小数据 小模型 那这个大智慧的这样的系统 那么这个这种东西很容易就可以补及下去 而且由通融变专入 是吧 汽车制造业 它有汽车制造业的这个数据的这个环境 比如这个其他的领域 这个都各个领域有各种不同需要的这种数据的这个环境 按照这种环境 是吧 实现的这个类似这种生成是AI的这种 模型 来解决这样的问题 这个甚至呢 这个因为这个工业控制 它也是从这个这个中央控制 这个分散控制 分散集中 到今天呢 叫自律分散控制 也经过了这个很多年的这个技术更新 那么下一代的这个工业过程控制呢 这个很可能会产生一种叫这个 这个虚拟的 控制 再也不是这个现在的 PLC啊 这种工业控制单元 再不是硬件了 是吧 很可能通过人工智能 都是虚拟化 是吧 通过服务器上 它自己就可以产生出来 这这个应该说也不是一个这个需要很长实验就能实现 这个还有呢 这个目前这个工业控制里头好多多目的的控制 是吧 还解决不了 传统的算法解决不了 是吧 通过 特别我们这个 这个能够 这个让 机器变聪明的这个 这种算法 很适合于呢 就是对多目的控制 把每一个目的看成是一个组合要素 然后不是通过组合来实现 通过绕开这NP问题 是吧 通过因果推理 是吧 快速的 是这个得到它的结果 这些个呢 都会是在工业控制里头得到广泛的应用 是吧 当然 这我只是这个举个很窄的一个例子 是吧 还有很多 一句话 就是在工业这个控制领域 今后呢 这个特别是如果我们导入小数据小模型 没有黑箱可解释 那么90%以上的这个工业控制的这个问题 是吧 都应该用咱们现有的人物智能的方法呢 来解决